河炯救过的长客绕地球一圈了 感受一下主持界扛把子怎么化解尴尬 人人都知道 湖南卫视有两大台柱 汪涵和河炯 汪涵的救场能力 大家还记得有一季《我是歌手》中的决赛现场 孙楠临时决定退赛 导致现场混乱 大家都很慌张 但此时汪涵却丝毫不怯场 只见他淡定说了一句 没事不热事 有事不怕事 成功后住了全场 这一场也被称为是旧场的教科书级别 但何炯和老师的旧场的能力 也同样出色 他很多时候都是不动声色的化解尴尬 在快乐大本营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何老师多次给谢娜救场 有一次主持人聊到了主播 口无遮拦的谢娜 开始模仿起了主播讲话的方式和强调 并且说主播都很做作 何老师听了之后马上进行了纠正 指出这不是做作 是规范和端庄 然后谢娜依旧不依不饶强调做作 何炯健壮 立马严肃说 你这样会让前辈很不开心的 制止了谢娜的冒犯 有一次 何老师何鲍贝尔聊起了他女儿 宝贝尔不知道是心态大 还是本身情商比较低 一直在强调说 自己和自己的女儿没有任何的感情 甚至还说出女儿对我来说是陌生人的这种话 听得在旁的小宋家以及王家尔脸色都不好了 何老师赶紧就场 说鲍贝尔的本意是指女儿对鲍贝尔来说 就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礼物 所以会有陌生的感觉 而就在湖南卫视小年夜的春晚上 杜海涛再次重蹈了当初朱丹的错误 当这所有人的面说错了春晚赞助商的名字 把金主交通银行讲成了招商银行 并且反映过来之后一连猛逼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何琼马上看了严手卡 和旁边的两铁密切 问杜海涛 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外面还有别的银行卡没告诉我们 避免了尴尬 不仅如此 何琼也帮过张子怡戒为 当初在主持中国最强音时 罗大佑批评了张子怡当时的学员曾一鸣 可能因为语气过重 导致张子怡现场大哭起来 而何老师先是对罗大佑的初心表示肯定和理解 进而安慰了张子怡的心情 他说大家都没有恶意 只是需要更多的沟通和理解 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体谅 之后 罗大佑原本强硬的态度就软下来了 还有一次何老师主持时 一位重量级嘉宾在上台时 不小心被人弄湿了出场衣服 机智的何老师马上就高兴地说了一句 雨水则发 这是好事啊 试得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喜庆 进而掌声不断 还记得何老师和谢依林在搭档主持一届精英节时 谢依林可能没有在内地主持过这种大型而正式的颁奖典礼 就一直在八卦和调侃观众洗礼的一对CP 霍建华 胡歌 甚至一度弄得两人面面相去 十分尴尬 而何老师充分考虑到他俩 结果话之后不谈他们的八卦 而是现场谈起了两人的代表作 霍建华 花青谷和胡歌 狼牙榜 这时候 两人脸色才好了一点 此外 何老师不仅主持龚立强 他的情商高和人缘好 都是圈内公认的 几乎每个上过快乐大短营的人 都非常喜欢何老师 你呢 你也喜欢何老师吗 我老师不喜欢 这blade 你呢 我老师不喜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